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早上起来我也要想给大家看看我的是怎么化妆的 我的化妆步骤非常简单 有的时候呢 会非常简单 我要磨水 这个水是这个 我就直接拍上去就好了 我头 顺便把我的手里拍一下 然后呢 我就是抹眼霜 我的眼霜是用这个看一下 然后我就抹上 放在眼底下边 然后往上去 然后拍上去 拍上去以后呢 我用的是日霜 这个日霜 我也是用手 好 好 然后呢我会用 遮瑕霜 有的时候会用遮瑕霜 但有的时候就不用 我今天就不想用 因为有大的嘎的就不用了 有的时候这个比较嘎的比较多的话呢就点一下 用了这个遮瑕笔 这个牌子掉了 然后画眉毛 是我用的眉毛 眉笔 但是根据情况有的时候着急的话呢就画三样 眉毛嘴唇和打粉底 眉毛嘴唇和粉底液这是我经常最经常最快捷的 画法的时候会有这一种 我先拉一下 眉毛化完以后呢 也先拉下来 然后再画上面的 这眼睛 我压力要调一下 眉毛化完以后就换眼影 我是用这个牌子的 里边颜色是这样的 我要把它画成有点 因为我的眼睛是种种的哈 所以我要给它画成有一点点凹进去的感觉 那么我就打这种这种颜色使它有点凹度 然后后边有一点凹度 颜色进去 让它混合在一起和这个眼线 这样的感觉好像就是把你的眼睛种的感觉给它去分化出来了 眼睛就不觉得那么种了 然后呢 然后呢 用这种白光 白色的 打一下亮度 有的时候提你的眼神 把这白色的放在前面一点点你的眼睛 眼帘上有点点白 让你眼睛有点亮 眼睫毛的时候要夹的话 要接三下 一下在底部 然后中间 然后这边上一块 底下 中间 睫毛尖 那翘起来没有 然后我用的是 睫毛液 然后打睫毛的时候先打外边 收着打 打完睫毛 高以后 高以后的眼睛会显得亮亮的大大的 比这边眼睛大 尤其是 尤其是我这种小眼睛啊 很适合打睫毛膏 把眼睛涂亮一点 实际上这个过程的就是先找一下 找一下你这个睫毛 都沾上你的睫毛膏 都沾上你的睫毛膏 然后你再给它拉直 拉长 这睫毛膏很有点不太多了 所以好像 没有上太多 再换一个吧 因为刚才那个好像 要没有 再试一个 上一层 这个好像是新的 我就 这个是 也是一个盆盘的 然后呢 就是画眼睛 画完了就是这么样简单 然后就是画 嘴唇 嘴唇又是这种 我用的这个嘴唇膏呢 就是说是水性的 我需要这个 晾一下 刚以后再上第二层 那么现在我就先打一下高光 所以说是水性的 打晕一下 打晕一下 高光就是 看起来非常提亮 显得你的那个面部就是非常光亮 然后呢我这个嘴唇再加一层 因为它是水质的 它要 它要三层 三层都干了以后再发 再打亮的 然后现在是打 用的是这个牌子 打腮红 就是要 这个方向打 有的时候也会想打到前面这一块 看你是什么 什么妆容了 最后一层 因为这个口红它是不沾杯的哈 所以它要 这是最后一遍 三遍都干了以后呢 我们再给它 放它的高光 我现在非常喜欢不沾杯的口红 高光 高光 感谢观看 这样的话你就是喝什么饮料啊 去拿起杯子来喝的时候 那个杯子上就不会有非常难看的那种口红印在杯子上 这种颜色 好 然后呢我们现在画完眼睛 画完眉毛 画完腮红 画完口红 就结束了 还有什么忘记了的吗 反正就是根据心情来 戴上项链 然后打上香水 看你今天去哪里 如果是就是去一个普通party的话 这个就可以了 或者是晚上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再加一层干粉 这种再打一层 但是说这是定妆粉啊 我不经常打 因为太热了 你这打得太厚 就薄薄的一层就行了 就感觉好像是给自己一个安慰 就好像这个妆定了 就是这种定妆粉 就定一下妆 好 这就是我的化妆 基本上这个是化妆 是参加一个小party聚会的时候 我就是用这种化妆方式